自从俄罗斯以及伊朗先后进入叙利亚境内帮助巴沙尔政府军之后,叙利亚战局就发生了大逆转,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的反政府武装节节败退,如今已经毫无还手之力。 前段时间,美国被迫进行战略收缩,放弃了对西南地区叛军的军事援助,俄续联军趁机加快了收复师弟的进程,政府军的高歌猛进引起了以色列的严重不安,内塔尼亚湖担心叙利亚会趁此机会进攻哥兰高地,因此不断出动战机空袭政府军前线阵地来缓解续联军的前进步伐。 面对以色列多多逼人的攻势,多现作战的政府军,只能被动防卫而无力展开反击,作为大哥的俄罗斯终于看不下去了。 据媒体报道,日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,在叙利亚境内集结数万大军,部署在蓄意边境,尤其是哥兰高地附近重点不空。 虽然俄军没有表明这次兵力调派的真实意图,但是明眼人都可以看出,这是针对哥兰高地进行的布局,遭数万大军围城的以色列彻底坐不住了。 命令续以边境的以色列国防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,国内其他地区的增援也快马加边的,向哥兰高地方向赶来,同样看不惯俄罗斯嚣张行为的美国诸联合国大使黑利,也在一次会议中炮空普京。 他认为俄军再续以边境的行为已经对周边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,这是属于违反国际法案的行为,应该受到联合国的制裁。 面对美国此举,普京自然不会放在心上,毕竟对于前者自己十分的熟悉早已见怪不怪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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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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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